嗨各位观众,欢迎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将要一窥宇宙中最神秘,最令人好奇的现象之一黑洞的奥秘世界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究竟什么是黑洞?为什么它在宇宙中如此重要? 我们都知道,黑洞是宇宙中的一个谜,它们吸引着我们的好奇心,正如一个吸引着所有事物的巨大奇异现象 我们将揭开神秘的面纱,深入探讨黑洞的基本概念、性质和效应 我们将一探黑洞如何影响星体的终局,以及它们如何存在于银河系中心 不仅如此,我们还会探讨科学家如何通过各种方法来观测和研究黑洞 以及未来黑洞研究的挑战和前景 所以,如果你对宇宙中的奥秘充满好奇心 如果你想一窥黑洞的秘密,那么请紧紧跟随我们 因为我们将带你进入解密黑洞的精彩旅程 别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疑问或想法 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宇宙中的惊奇之旅吧 第一部分,黑洞的基本概念什么是黑洞 定义黑洞,解释它是如何形成的 提到黑洞的质量、半径等基本特征 黑洞的种类简要介绍恒星塌陷和超大质量黑洞 引入迷你黑洞和中微子黑洞等非常规黑洞 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第一部分黑洞的基本概念 首先,让我们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黑洞 黑洞,简单来说,就是宇宙中的一个巨大的引力陷阱 它的存在是由极其密集的物质所引起的 这使得它产生了极强的引力场 将一切物质,甚至光线都吸引进去 而且无法逃脱 所以,黑洞得名的原因就在于它看似一片漆黑 令人难以察觉 黑洞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通常发生在恒星爆炸的过程中 我们称之为超新星爆炸 当一颗巨大的恒星耗尽了它的燃料 它将不再对抗自身的引力 而是开始坍缩 这个坍缩的过程将在一瞬间内将大量物质压缩成极小的体积 形成一个极其密集的核心 这就是黑洞的诞生 关于黑洞的特征 它们有几个基本属性 质量 黑洞的质量可以相当大 从几个太阳质量到数百万太阳质量不等 质量越大 引力越强大 半径 黑洞的半径由事件世界所决定 这是一个物体进入黑洞不可逆转的界限 通常被称为黑洞的边界 现在 我们来谈谈黑洞的种类 黑洞并非一成不变的 它们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让我们看看其中一些主要的 一 恒星塌陷黑洞 这是最常见的黑洞类型 它们形成于巨大恒星的超新星爆炸过程中 当恒星核心探索到一个极小的体积时 二 超大质量黑洞 这些黑洞存在于银河系的中心 它们的质量相当庞大 甚至可以达到数百万只数十亿太阳质量 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银河系中的超大质量黑洞 称为萨吉特阿瑞亚 三 迷你黑洞和中微子黑洞 这些是非常规的黑洞 迷你黑洞质量较小 如此 我们已经奠定了解黑洞的基础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黑洞的性质和效应 请继续观看 因为更多精彩的内容即将呈现 现在 让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黑洞的性质和效应 黑洞的性质和效应 黑洞是宇宙中的奇异现象 它们具有一些极为独特的性质和效应 首先让我们谈谈引力的极限 黑洞的质量极大 因此它们产生了强大的引力场 这种引力场弯曲了周围的时空 就像一个巨大的陷阱一样 一切靠近的东西都会被无情地吸引进去 黑洞的边界 我们称之为世界世界 是一个无法回头的点 一旦穿越 你将不再能够逃脱黑洞的引力束缚 黑洞之所以如此神秘 是因为它们吞噬一切 无论是物质还是光线 一旦越过世界世界 都无法再返回 这也就意味着 黑洞会破坏物理上的因果性 那些被吸入的物体 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另一个有趣的效应 是时间膨胀和潮汐力 黑洞的强大引力场 将使时间变得缓慢流逝 这意味着一个人 在靠近黑洞的地方 会感觉到时间过得更慢 同时 黑洞的引力场 也会产生强烈的潮汐力 撕裂任何靠近黑洞的物体 这种效应 在我们接下来的探讨中 将更加详细 现在 我们已经探讨了 黑洞的性质和效应 接下来 在下一部分 我们将探讨 黑洞对星体的终局 以及它们在银河系中的角色 请继续收看 因为更多精彩内容 即将呈现 第二部分 黑洞的性质和效应 引力的极限 解释黑洞强大的引力场 如何弯曲时空 提到世间世界 及黑洞的边界 黑洞吞噬一切讨论物质和光线 如何被黑洞吸收 不容易逃脱 说明因果性的破坏 时间膨胀和潮汐力 讲解黑洞的时间膨胀效应 与外部世界的对比 讨论潮汐力 如何撕裂物体 现在 我们将继续探讨 黑洞的性质和效应 让我们深入了解 这些宇宙中的奇异现象 引力的极限 黑洞的引力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引力之一 这是由于其极端质量所引起的 这种强大的引力场弯曲了周围的时空 就像一个放在床上的重物 使床垫凹陷一样 但黑洞是这个效应的极端体现 在黑洞的中心 引力变得无比强大 质点将被压缩成一个无限密度的点 我们称之为奇异点 世间世界是黑洞的边界 越接近黑洞 引力越强大 以至于光线无法逃离 物质也被吸引向奇异点 成为黑洞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直接观测黑洞 因为光线无法返回我们的观测仪器 黑洞吞噬一切 黑洞的另一个特点是 一旦物质穿越了世间世界 它几乎无法逃脱 物质和光线都被黑洞吸收 被困在其中 这样的情况破坏了因果性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穿越世间世界的事物的命运 似乎它们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迷宫 时间膨胀和潮吸力 当我们靠近黑洞时 我们会感受到时间的膨胀效应 这意味着相对于远离黑洞的地方 时间过得更慢 这是一个极端的效应 并且是由于强大的引力场引起的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效应是潮吸力 这是黑洞的引力场对物体产生的效应 就像海潮因月球和太阳的引力而产生变化一样 黑洞的引力场也会对物体产生类似的效应 如果你接近一个黑洞 这种潮吸力可以将你的身体或物体撕裂成一条长条状 这是一个极端的危险 所以黑洞的性质和效应确实是宇宙中最令人惊奇的事物之一 接下来 在第三部分 我们将讨论黑洞对星体的终局 以及他们在银河系中的角色 请继续观看 因为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住你 感谢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现在 我们将深入探讨第三部分 即黑洞对星体的终局 以及他们在银河系中的角色 星体的终局 黑洞在宇宙中扮演着一个极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恒星的生命周期中 当一颗恒星耗尽了它的燃料 它会经历一个巨大的爆炸 我们称之为超新星爆炸 这是宇宙中最为壮观的事件之一 在超新星爆炸的过程中 恒星的核心会坍缩 形成一个极其密集的物体 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恒星塌陷黑洞 这种黑洞具有不同的质量 取决于原始恒星的质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各种不同质量的恒星塌陷黑洞存在 而在银河系的中心 我们发现了一颗特别巨大的黑洞 这就是超大质量黑洞 它们的质量极大 数百万至数十亿倍于太阳的质量 这些超大质量黑洞 掌控住整个银河系的运动 包括恒星和行星的运动 我们的银河系也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称为萨吉特阿瑞亚 黑洞在银河系中的角色 超大质量黑洞不仅掌控住银河系的运动 还对银河中心的星系结构产生了影响 它们吸引了大量的恒星和气体 形成了所谓的活跃星系核 Tag 这是一个极其明亮的区域 通常放射出高能量的辐射 科学家正在积极研究这些现象 以深入了解银河系和宇宙的演化 总之 黑洞在宇宙中发挥着关键的角色 从恒星的中局到银河系的演化 都受到它们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如此著名于黑洞 并不断努力解开它们的奥秘 接下来 在第四部分 我们将讨论如何观测黑洞 以及黑洞研究的未来挑战 请继续关注 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等着分享给你们 第三部分 黑洞的影响星体的中局 阐述超星星和黑洞之间的关系 提到黑洞可以阻止星星的光芒 银河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探讨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如萨吉特·阿瑞亚等 谈论黑洞对整个银河的影响 现在 我们将深入探讨第三部分 关于黑洞的影响 包括星体的中局 以及银河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星体的中局 恒星的生命周期 在某一刻将走向终结 而超星星爆炸 是一个典型的结局方式 当一颗恒星已经耗尽了它的燃料 无法再抵抗自身的引力时 它将不可避免的坍缩 这个坍缩过程会使恒星核心变得极为密集 进而诞生出一个恒星塌陷黑洞 有趣的是 黑洞可以阻止恒星的光芒 当恒星塌陷成黑洞后 原本向外散发的光和辐射将不再存在 这将对宇宙中的能量传播产生重大影响 银河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让我们转向银河系的中心 这里有一个极为特殊的黑洞 称为超大质量黑洞 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是一个质量极大的黑洞 通常达到数百万到数十亿倍太阳的质量 著名的天文学家萨吉特·阿瑞亚 曾经对这一黑洞进行过广泛研究 这些超大质量黑洞在银河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们主导住银河内部的恒星运动 并影响着整个银河的结构 这些黑洞通常被称为银河系的心脏 它们的存在塑造了我们的银河系 并对宇宙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黑洞对于我们对宇宙的理解至关重要 并且是许多天文学家和研究人员 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 我们将继续探讨更多关于黑洞的奥秘和影响 请继续观看 因为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住你 非常感谢各位的继续收看 现在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黑洞的奥秘和影响 黑洞的影响 超行星爆炸和恒星塌陷 黑洞的形成是宇宙中的重大事件 这些黑洞对星体的终局产生了极大影响 而且它们也改变了宇宙的景观 当一颗恒星坍缩成黑洞时 它不再释放光和其他辐射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再直接观测到这颗恒星 而在银河系的中心 超大质量黑洞像是宇宙中的守护神 它们控制着银河系内部恒星和气体的运动 这对银河的结构和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著名的科学家萨吉特·阿瑞亚等研究人员 已经做出了许多关于这些超大质量黑洞的重要发现 使我们更深入了解银河中心的奥秘 总而言之 黑洞是宇宙中令人惊奇的现象 它们对星体的终局和银河的演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们对黑洞充满好奇心 不断努力研究和理解这些神秘存在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 在第四部分 我们将探讨如何观测黑洞 以及黑洞研究的未来挑战 请继续收看 因为还有更多关于黑洞的精彩内容 等着分享给你们 第四部分 科学的探索 黑洞的观测 介绍不同的黑洞观测方法 如X射线望远镜和引力波探测器 强调科学家如何解密黑洞的谜团 未来的挑战讨论未来黑洞研究的前景 如探索黑洞内部结构和黑洞的演化 强调黑洞研究的重要性 对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有何影响 现在 我们进入了第四部分 谈论科学的探索 具体涵盖了黑洞的观测方法 和未来的挑战 黑洞的观测 黑洞是如此神秘 然而科学家们 已经发展了多种方法来观测它们 其中一种方法是使用X射线望远镜 这些望远镜可以侦测到 黑洞附近极高能量的X射线辐射 这些辐射来自黑洞吞噬周围物质时 所产生的过程 另一个重大突破是引力波探测器 如LEGO和VERGO 它们可以侦测到 远处黑洞碰撞产生的引力波 这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 证明黑洞确实存在 并且它们之间可以互相合并 这些观测方法 使科学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黑洞 解密奇迷团 未来的挑战 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但黑洞研究 还有很多未来挑战等待着科学家 一个重要的挑战 是深入了解黑洞的内部结构 包括奇异点的本质 目前 我们对奇异点的理解还相当有限 此外 黑洞的演化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科学家们想要了解黑洞是如何形成 成长和最终消失的 这需要更多的观测和模拟研究 黑洞研究对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具有深远的影响 它们帮助我们验证了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理论 并扩展了我们对宇宙结构和演化的知识 此外 黑洞研究还可能有助于解答一些更大的宇宙问题 如黑暗物质和黑暗能量 总之 黑洞的研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 它们代表着宇宙中最极端的物体 并且不断挑战着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 我们期待着未来更多的发现 以解开这些神秘存在的奥秘 谢谢各位收看 希望这个影片对你们有所帮助 感谢各位的耐心收看 现在我们继续讨论未来的挑战 以及黑洞研究的重要性 未来的挑战 黑洞研究在许多方面仍然面临着挑战 其中之一是理解黑洞的内部结构 目前 我们对黑洞内部的物理过程支支甚少 特别是在接近奇点的地方 科学家希望能够发展新的理论和模型 以更深入地探索黑洞的内部 另一个挑战是观测更多的黑洞碰撞事件 引力波探测器的成功 已经让我们能够侦测到黑洞碰撞产生的引力波 但我们需要更多的观测来了解黑洞的多样性和演化 黑洞研究的重要性 黑洞研究对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首先 黑洞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关键验证 这是爱因斯坦的重要理论 描述了引力的运作方式 通过观测和研究黑洞 我们能够验证这一理论的准确性 此外 黑洞也对我们了解宇宙结构和演化提供了重要洞察 它们影响住银河系的形状并在宇宙中塑造了重要的结构 黑洞研究还有助于我们解答一些更大的问题 如黑暗物质和黑暗能量 这些是宇宙中仍然存在着谜团的议题 总之 黑洞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且令人激动的领域 它们代表着宇宙中最极端的物体 并且挑战着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 通过不断努力 我们希望能够解开黑洞背后的奥秘 并更深入地理解宇宙的运作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 希望这个影片能够激发你们对黑洞的好奇性 结语 总结黑洞的奇异性和重要性 鼓励观众深入了解宇宙中的这一奇妙现象 在我们的探索之旅中 我们已经深入了解了黑洞的奇异性和重要性 黑洞是宇宙中最令人著迷的存在之一 它们的强大引力和不可思议的性质 使我们不断著迷和惊叹 这些神秘的天体不仅挑战着我们对引力的理解 还有助于解答宇宙的大问题 黑洞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验证了爱因斯坦的理论 并且有望为我们揭示更多宇宙的秘密 包括黑暗物质和黑暗能量 我们鼓励各位观众深入了解宇宙中这一奇妙的现象 无论您是一名科学爱好者 还是对宇宙充满好奇心 黑洞都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发现的领域 如果您对黑洞或宇宙中的任何其他主题有更多问题 或者希望继续探讨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我们鼓励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有关宇宙的精彩资讯或新知识 谢谢各位的观看 期待未来一同探索宇宙的奥秘 感谢观看